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大家好我是Stan 在韓國論壇每天都會有各式各樣網友們關注的消息 雖然不是很重要 但是很有趣 雖然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很想告訴大家的消息 一般我都會在有不好的消息的影片後面 加一下這種正面的內容來緩解一下大家的心情 但是有很多時候 都因為論壇上的消息內容實在太短 所以不好做影片 所以今天就準備了一下 最近韓國網友們關注的 又短又不是很重要 但是蠻有趣的消息合集 第一 他也是買榜嗎? 12月21日 EXO北京發表了特別單曲《奴隶五文》 這首歌馬上就進入了因緣排行榜的二位 然後一位粉絲截圖上傳了這樣的貼文 無聲無息地進入了排行榜 所以才會受到這種質疑的我們哥哥 蠻帥的 北京是誰? 他也是買榜嗎? 2020最傻眼的留言 韓國網友們表示 18 愛你門口才還沒死 真的有點可憐 到底是蹲在房間裡過著什麼樣的生活的話 會寫這樣的留言呢? 男生不可能不知道北京的理由 嘖嘖嘖熱愁的時候 每個班上都會有10多過北京老婆 看得出來是在假裝不認識 所以更好笑 第二 一位網友上傳了強王娘的素顏後留言 強王娘要卸妝才 會向04年出生 我卸妝的話會變成94 素顏竟然是這種程度 我素顏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這輩子都不會化妝 18 太清純了 素顏比化妝後的我18 還要好看十幾萬倍 說實話他真的是為了做一人案出生的 第三 伊蘇曼隊剛出道的夏依妮說的話 這是之前夏依妮出演綜藝節目時候的一個片段 我女的聲音很好 提名五要跳的再圓一點 米諾長得實在太帥了 球員的聲音太好聽了 伊蘇曼隊Key說的話是 會是什麼呢 你的額頭很寬 應該會成功 老闆好壞 最近伊蘇曼隊SA沒有費很多神經而已 其實對藝人們是很照顧的 不是一定會成功 而是應該會成功 這什麼 不過五要跳的再圓一點這句話也是太好笑了 看下一年星期就會特別好 第四 說要跟我結婚的人好像都是女生 Twice SANA在直播中對粉絲們說 我一直都有想過 粉絲簽名會的時候也是 留言的人也是 說要跟我結婚的人好像都是女生 我知道你們不是真心的 是真心 不是真心 女生之間也可以得SANA呀 姐姐是真心的 No SANA No Life 我可以成為你的第十八一 兩千六百六十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二個妻子 我們來看一下 得新冠肺炎的話 會最冤枉的Idle 這個人就是 OMG 起火 這時代最棒的防疫女孩 起火得病的話 我們國家就要進入緊急狀態了 起火真的是想要生存 因為職業的關係會去很多地方 能這樣警惕自己徹底的做好防疫 真的好帥 消毒照片太好笑了 說實話 Idle是青少年們的偶像 應該就要像起火一樣做好防疫的榜樣 不好好戴口罩的人真心覺得不太好 第六 最想一起度過聖誕節前夕的藝人 韓國一家教育公司 對兩萬五千五百九十個人進行了 最想一起度過聖誕節前夕的藝人的溫卷調查 結果 旁談所有的成員齊民 以一萬四千六百九十五票 登上了一位 很多人表示 溫柔體貼的性格抓住了女生的心 接著二位是康丹尼爾 三位伯伯公 四位是公妞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留言 齊民我也我也 齊民我也想跟你一起過聖誕節 溫柔體貼的性格抓住了女生的心 這理由也太可愛了吧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